好 三份反氣丸 50量的銀子 金創藥 金創藥一大堆 蘇油 蘇油在哪 這邊有 這裡 蘇油是幹嘛的呢 等一下都知道 好沒東西 緊要關頭 OK 這邊牆壁模樣好奇怪 上面平平整整的 都像是大石碑 卻不知誰放在這裡的 石碑 等等 無印無痕 租鎮太虛 莫非這就是 家廈之門 風姐姐 你說你說什麼 底下數了 第三塊住石 應該是這一塊吧 哈 這居然是個石門 我們先進去敲敲吧 OK成長 自動走 這門 看起來真是特別 啊 逆日 逆月的文章 那密卷圖上所指 果然是這裡 風姐姐 你是從一開始 就找這個地方吧 中途 你沒有決定 秘基從馬車上逃離 其實是為了這個 乙弟 對不起 我不是有意要瞞你的 在馬車上時 我曾想把真相告訴你 可是那時你已經呼呼睡著 我就沒有把話說完 嗯沒有關係啦 雖然我不知道 想請為何 但風姐姐會時 偷到西夏統領的命卷 還罵大賢來到此地 我想這件事 對你必定十分重要 所以我想跟你 更來出點力 其實也不算什麼 乙弟 你的聰明才智果然過了 我什麼都還沒說 事情都跟你差到七八分了 有關此間緣由 我以後會找機會 好好跟你說明的 只是此刻 就要先請你多幫忙了 風姐姐 我會盡力而為的 乙弟 謝謝你 我們把這裡好好查一查吧 或許這裡除了西夏統領想要的東西之外 還有其他的出口也說不定 OK 那我記得 先調查 左邊的人吧 風姐姐 這有一具屍體耶 你看到屍體這麼高興啊 看來已經死了好一陣子 這女的服飾不像磁地居密 顯然是找到外頭的激光闖進來的 咦 她的手上還有一張羊皮紙呢 上面好像寫些什麼 我看看 這是 回... 這字我不會念 回鳥文字 寫的是三座階層一球 但不知其絮 則疑四肢而魂體崩創 雖之奇物 然時一玩意 好像是要把什麼球放到柱子頂上 倘若持續有物 變得承受獨咒之傷 看來卻是如此 不過這人只受受一次 便急受傷而死 這機關真是厲害 鳳姐姐 你突然的命卷上 沒有提到這激光的解法嗎 沒有 那位前輩也只有進到這裡而已 除了日月灰激的門之外 她也提起這裡叫做 家下之窟 家下之窟 嗯 至少現在我們知道 這球並非置於死柱 弄此地共有三柱三球 剩下兩個 以二則一 我們都可以參差兩次 這不算太難 一地 這太危險了 我看誰吃還是作罷 鳳姐姐 現在是一下軍 守住的路口 我們別護他圖 只有從這裡密路逃出 危險是在所難免 但給總得是他一次 而且 危險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是熟悉 我有預感自己不會死在這裡 你就放心好了 那就好 OK好我們來試吧 有敵人嗎應該沒有吧 就像這這位前輩好好安眠吧 哎 你不是說他手上羊皮捲嗎 不是這個 不是說有 幫你也說有啊 還是在右邊 有敵人有敵人 是敵人蠻強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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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們不可以太浪費時間 為什麼會有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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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是要放法術了 哎呦 找不到他 OK 對啊沒有東西了 他手上沒有羊皮捲啊 靠腰 公路來說有 好 最後一個球 放這裡 解決了 最重重點就是 左邊這顆球 放在右邊 呃 右上角的那個石柱 右上角的石柱石球 放在右 最右邊的最右下角的石柱 最右下角的 石柱前的石球 放在左邊的 就解開了 這聲音是 莫非門已經開了 這麼明顯 你看不到嗎 這是 這 這是什麼地方 瞧這牆壁 這資料 這石柱有光 一點都不像柔軟的東西 不 簡直不像是人世間應有之物 柔軟 柔軟是 玩與漢朝時一個 古代西域的小國 就是它頁面的緣由 與此經過 非比尋常 並且為此在尋找 有關此次的蛛絲馬跡 根據我從西夏頭領 處頭領到的言語 這裡的一切應該 跟古柔軟城有關才對 可是這究竟是 鳳姐姐 其實和柔軟毫無關聯 這地方看來也不夠尋常 咱們還是好好將這 探過一次 就算沒有 你所尋之物 我們也可以導出條路 我逃離此地才行 你說得對 我差點都忘了此事 咱們走吧 我記得這邊路線很簡單 就一直走就好了 右邊都沒東西 中間的門才對 有個機關 OK 不能動 這邊應該沒敵人了吧 這門上的日月圖形 好像是開門的蘇鳥 奇怪 這門原本現在打開的啊 本來是機關蘇鳥卡住了 一定要先被攻擊儀式才能開 是不是 然後再上蘇有對不對 這次 這齒輪縫隙裡 寄了許多灰塵雜物 所以一時轉動不順 如果能拿點什麼滋潤的一下的話 OK 你看沒有在那個布袍 那個蒙古包裡面拿到這個 你就要去外面找了 這沉重的聲音 是 木份彈道門已經打開了 泡妹吃多 我也受不了的 哈哈 大家都討厭玄妹 沒有啦 只是大家比較喜歡冰璃 應該這麼說 這裡好像是最深處了 不過警車依然和前面一樣騎軌 不只如此 我們好像找到了 齒輪的主人 你瞧 光齒中間的女子 那是 冰 乙莉 你該不會見過他吧 這這怎麼可能 只是看到他的第一眼石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男孩裡閃過 不至今的就脫口而出 不會吧 瞧這少女的模樣 好像一直在這裡沉睡一般 雖然我也說不到 說不出到底有多久 但對她這三四百年也不奇怪 那麼說來 這位姑娘不就在此沉睡幾百年 嗯 無不可能 不論這少女來裡為何 她可是步驟不靠的美人耳 你瞧她的白髮配上 白質搬細白的肌膚 看來就像一尊 象牙細雕的人偶一般 也難怪我炸箭之下 還以為那是一座雕像呢 嗯 她的確是很漂亮 不過 她落在此沉睡了那麼久 想必不是凡人之暑 咱們 還是別惊惱她的好 是啊 咱們只是要找逃生的出路 就在這室外看看 別進來往她便是 風姐姐說的是 OK 好 現在不能點她 我們先在右邊稍微看一下 這邊的平台應該都不能動 好像給人坐在上面的椅子 可是誰會坐在上面呢 好 這邊又是沒敵人啊 這邊的概念很像鷹霸 鷹霸風鷹 鷹霸鷹馬奶棍 哦 哪有你意思 這樣冰 冰裡才是真正的結局沒錯 對啊 有沒有看查過了 看來這房間裡 不像有其他出口的樣子 哈哈哈哈 你收對啦小子 這 這叫做瓮中桌邊 是誰 哈哈 沒想到這怪地方的深處 竟會有這般動天奇蹟 看來那秘捲 果然是關係重大 啊 你是被我倒走面前的那 那個西夏統領 大的女賊 俺有名有姓 叫做賀蘭鐵韓 那是大下國鐵衛軍統領 兼任殿前 政衛將軍 你可且好好記住了 我應該沒念錯吧 賀蘭鐵韓 哼 原來就是那惡名 遠鋪了鐵衛軍統領 西夏鐵衛軍 貪婪橫暴 與肉百姓 在宋夏邊錘兩地赫赫有名 這小妹都是出於賀蘭將軍的領導有風吧 好惡靈牙一齒的女賊 登進了樹桌鐵牢之後 我再好好聽你的高劍吧 俺沒料到的是 你們竟然能傳到這個最深處來 不過你們替俺開啟了前面兩道機關 你倒替俺省了不少功夫 呵呵 但從那個秘訣被你倒走 還真是塞爾翁絲嘛 言之肥福啊 少惡所的 賀蘭將軍 你到底想怎麼樣 很簡單 你們倆倆乖乖和俺回宿出去 誰敢擋反抗 你得多吃些苦頭 兵什麼 把他們給我拿下 賀蘭將軍 我們哪裡都不想去 如果一定要以多試搶的話 就不妨來試試看 蘭州城廢屋裡的那些士兵 就是你的榜樣 好惡細皮嫩肉的小鬼 竟敢這般對我賀蘭鐵岸說話 你是吃哪裡的雄心寶子膽啊 咦 等等 莫非你就是那個 哼 我記起來了 那個討論一命的小隊長跟安提哥 又有人又焚火妖獸的小鬼 想必就是你 哼 我倒想見識你倒有多少金釀 小子 接著 小心 你 沒事吧 好奇異的感覺 像是很遙遠 而陌生 卻又不能再熟悉的感覺 而對她 得這些聲問候 卻像是非回答些不可 好重點來了各位 針對不住金釀的姑娘 我沒事 姑娘是 我們要選三 是你 冰裡 是你 對嗎 我沒記錯是選 選三 看一下 沒錯 就選三沒錯 好 是你 這件人是誰 他們 要害你嗎 啊 我 我 這鬼裡鬼氣的婆娘是 哼 誰敢插手此事 就一併殺了 給我上 姑娘 危險 這邊短戒 你先接著 我太帥了吧 閉手並兵劍 兒等 果然是敵人 竟然如此 那邊殺無射 這 這 這陰陽怪氣的兵劍 是 是從哪裡拉出來的 疑地 雖不知為何他站在我們這邊 但既然有他祝權 咱們秦哲先秦王 抓到賀蘭鐵寒 就能逃離此地 我知道了 哼 別以為有這女子住著 我就會怕你們 我們上 姑娘 牽手危險 請你稍稍後退 讓我們在左右幫你料陣 我是你的箭矢 我的使命 就是一余你生前 將你的敵人 進出圖滅與此劍之下 少路手 給我殺 ok 好 然後勒 我什麼都沒有 雷影之術 他站好一排 來 學學豬菜 法寶 欸欸 我的法寶呢 我是不快死了 靠下我死了 哼哼 好痛喔 先補血好了 瘋你生 我這種戰鬥要 點的很準 要不然會一直被打 這個 是不是要再補一次 沒關係我們用 好寶 呃 金瘋藥 ok 應該先打槍兵了齁 好痛好痛痛快不行了 回氣真的很慢 好想要全力打 反正法術想的設定不多 大部分都是女性嘛對不對 小尾的普通也太爛了 開傷剛進 因為沒有特別練的啊 所以打會比較辛苦一點 好像蓄氣的感覺喔 贏了贏了 一千金錢值全身 幽見鬼 怎樣 賀兩將軍 現在願意放我們走了嗎 還是要我們壓著你到你部下面前 丟人現眼 哼 沒想到 沒想到 你傷的連手 竟然會這麼難對付 今天 就讓俺赫蘭鐵還大一千里 是個慈善 不過事情不會這麼 這麼聊的 你們給俺好好記住吧 風姐姐 就這麼放她離去 妥當嗎 她本來自信滿滿 最常悶在我們手下 堅知受傷不清 已然氣舉膽喪 此刻只 只會給予收兵回去 養 養傷休息 我想 她是不會再來礙事的 那就再好不顧了 這赫蘭將軍 一非擁手 跟她一戰打得頗為兇險 那會有這位姑娘相助 我們未必會贏 對了 可得好好向她道歉才行 姑娘 多謝你方才之助 我們才能出現打退那個膝下統領 大恩不言謝 之後姑娘如有財遣 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 以報金之之恩 等問姑娘方明 原子 我 我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我好像在這裡睡了好久 好久 醒來的時候 幾乎什麼都已經忘記了 我還記得一點點東西 在剛才一陣之後 也像長影般的消失了 我 我記不記得自己是誰 不知道為何 我在這裡 我唯一還記得的 就只剩下你 記得我 我們應該是初次見面 姑娘何來此言 我 我也說不出為什麼 可是 我知道是你 不會錯的 我都很久很久以前 就一直在等著你 你不認得我嗎 你已經忘了我嗎 姑娘 我真的不認識你 你已經認錯了 或許是誰會不會長得很像 不 我知道是你 我不會記錯的 就算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但我絕不會忘記你的 姑娘 你先等一下 我和這小子談談 啊 姨弟 你和我到旁邊一下 姨弟 你們的對話我都聽到了 有讓姑娘所言看來 我想她如果不是吃心瘋了 那就是和你有極深的淵遠 可是我看又不像是前者 你當真一點都不認得她 風姐姐 你知道 我今天初次來到此地 如果認識她們姑娘 那我們大概是打算前輩子都相似的 嗯 說得也是 可是她忘你的樣子大不尋常 她的眼神裡 滿是伊尼爾虱目之形 就像是找到 找到分散多年的情人一般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 這我可半年都不懂 風姐姐 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別忘了 我是個女子啊 這樣看得出 你女孩有個家的心思 既是如此 我們可不能把她放在這裡不管 你不妨將錯就錯 就承認自己是她要找的人 然後我們就帶她離開這裡 以後再慢慢做打算 這 這豈不是要騷謊騙她 因為我看來她似乎真的 得失憶的病症 這種人就是徬徨無助 很容易受到拐騙欺凌 但若她認為你是她的親友 我們不妨對她結伴同行 有你在她身邊 能讓她安下心來 而在她的記憶回复之前 我們也好就先照顾她 算是幫她把我們打贏 這以上的恩德 啊 不愧是風姐姐 我可是半天都沒想到這一層上 就把你這壞小子不懷好意 趁她什麼都不記得的時候 拖上她便宜 她可是個美人兒呢 我 我哪會做這種事 呵呵 那可很難說 曾經以後 我會好好盯著你的 那 就跟她說吧 咱們可不能在這裡待上太久 我知道了 呃 姑娘 或許我自己也忘了 等等我們之間承認過什麼 我想加一十日 我們走會慢慢想起來的 你 你終於記起我的事情了 冰 冰裡 冰 冰裡 這是 我的名字 我笑為你變好紅哦 你看 有嗎 那我看到嗎 啊 是啊 嗯 我我記起來了 冰裡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的確是這樣子叫我的 怎麼了 你不高興見到我嗎 當然沒這回事 真是太好了 此地不宜久悠 冰裡 先和我們一起離開好嗎 當然啊 你應該知道 我一直是跟著你的 不論你在哪裡 我都會在你身邊 啊 是 是這樣嗎 哼 我就知道 你們還有許多話要說 不過咱們還是先離開後 再慢慢聊吧 冰姐姐 咱們離開此地之後 卻要上哪裡去呢 此刻的風聲鶴唳 還是先找個地方 避一陣子為夷 隨便找個山女房多 人間混雜的城鎮 在客棧裡 避上幾天風頭便是 就這麼辦吧 那麼兵 兵妮 我們走吧 是 兵妮加入下我異形 OK 咦 謝夏軍果真撤的一看二鏡 在這樣子看來 他們應該是不會再回來的 好走吧 所以應該也沒第一人了 咦 這裡的景觀 好像在哪裡見過 啊 這裡不是梁州城近郊嗎 好奇大 怎麼就先去那裡歇腳 我來帶路 OK 這邊自動走 哇 這裡就是梁州城嗎 是啊 梁州雖異為西夏所聚 但他們在此的勢力 尚未升職 咱們可以在線這裡 當一些時任 等風箏過去後 再做打算 可是 我這回 本次到蘭州辦事 之後 接著發生這些事情 已經耽擱不少時任 那我繼續在此阻待 梁劍我迟迟不歸 一定會很擔心的 那倒容易 到時咱們 聘你的腳夫 帶上口信短暫 說明隱屑的遲歸的自由 先讓你的家人安心即可 一定 此刻咱們的通緝畫像 說不定你天晚的 心慶街頭 為了不牽連到家人 我想你還是暫時別回家的好 咦 那不是 風姐姐 你怎麼了 不 我大概是能出冷了 他們不應該在這裡 是啊 這裡走一路走來 有些累了 爺弟 冰淇姑娘 帶我們先到茶館裡好好休息 明兒 我順便把 我來此處的原有告訴你們 嗯 片刻之後 梁州城茶館之中 我聽到那賀蘭將軍 提到柔蘭遺跡之事 心頭一熱 忍不住 就把華裏的秘訣給摸走 其實他這人 外表綽好 其實 其實極是積緊厲害 東西剛剛到手 就被他察覺 彼此有分出茶館 在街上東逃西竄 從頭找到那間廢物可以藏身 沒想到西夏軍 已經為此在外面 找了天方地覆 那柔蘭遺跡到底有何要請之處 讓他不惜淺軍封城 也要找回秘訣 這 我也是自己不清楚 根據史傳記載 柔蘭本是位居西域耀蔥的小國 由於位居匈奴之威 一直不肯臣服於漢 直到漢武帝時 漢死 復戒子用計 襲殺柔蘭王 將全城居民遷入到西南方的淤泥一城 於是柔蘭之民便至此湮滅 而淤泥國也就此成屬漢朝 啊 這我聽高朝上說過 這是史記中西域諸國的記載 咦 沒想到你年紀輕輕 竟然也會知道這些事情 話說史書上雖是這麼寫 但我卻聽過另一種說法 蘇柔蘭是毀於一場今天動力的災變 漢宮內的新官 一城記載 曾經七藥齊範黃到天底 日月逆成一額具現 可是這和蘆蘭城又有什麼關係呢 當時與復戒子同富蘆蘭的漢將王輝 在回朝後對遷都淤泥之事寒無其詞 指出蘆蘭在天災中悔破嚴重 不得不應見都城雲雲 但他後來曾對有人提起 騎死幽緩紛雲 沙濤草卷 指電方號 窮目戰烈 隨即七藥齊聚於頂 日月交時天時亂續 如見末世之相 他親眼見到七藥具底 可見這意象陷於柔蘭的層處 毀破柔蘭的驚人天災與此意象 真是脫不了甘息 蜂姐姐 你是猜想在柔蘭城中 有什麼物是引起七藥具底 所以才量成此災嗎 是啊 若依須藥分具之地推想 七藥其極限絕非自然天成 並有外力吹隱新秀儀味 而操動天術之地是何等巨大 若有人將它操與自然之中 這世上更有誰與它爭鋒 原來如此 赫蘭鐵寒 之所以尋找柔蘭遺跡 也是想得到這莫大的力量吧 想是如此 我之前拖替到他們的談話 那位西夏鐵衛軍 非行軍務 而是另有命令 西夏王李元浩 雄才大略 這幾年開槍闢賭 對天下賢有野心 若他想獲取這力量 因而特別潛能調查此事 那也不奇怪 掌握天下之力 這我可是一點心血都沒有 不過風姐姐你呢 你又是為什麼 而調查柔蘭城之事 你也不像是想要得到天下之人啊 我是為了 尋找一個人 一個人 一弟 對不起 這件事 我現在不想提起 我感情再告訴你想起好嗎 自然好啊 不過風姐姐 這種事我是不太懂 不過所謂環天不復古新人 我想你一定很快 該找到那個人的 一弟 謝謝你 啊 糟了 這麼只顧自己的說話 可把冰林姑娘給人落在一旁了 啊 冰林姑娘 真是對不起 不用道歉啊 你以前也不常對我說話的 我們經常靜靜地畢竟坐著 什麼也沒說 但是你總能知道我在想些什麼 不是嗎 是 是這樣嗎 可 可惜我都不記得了 哼 我此時看來 方才發現 你們倆真是挺相配的 不 簡直是 天造地式的一對幣了 哼哼 那說你們的前程過去 不曾有過什麼 那我才不相信呢 鳳姐姐 你不是剛才還在暗男神商 怎麼這回又 興高才藝來取笑我 哼 生活不好 生活不好 待會兒自著自罰 嚴禁兩大碗白乾 向你賠罪 這樣好嗎 這倒可免了 咦 你們聽 那好像是 泥森大姐的笑聲 不會吧 雖然之前去天洋 拍送信的信財 說他人不太 光日峰本門 但也不會這麼臭巧 跑到西域來吧 等等 天底下的女士 會像那樣笑的不多 所謂無巧不成書 或許真的是他也輸不定 哎呀 直接過去巧巧不就得了 我以前認錯人而已 走吧走吧 天氣解鎖 有在推的這個青螺 終於出現真的 咦 風大姐 這人是你啊 有救了有救了 白碗子韻 你們是 神雀 公司幣 怎麼會在這裡 風大姐 我才想問你這個問題呢 請師兄說你半年之前 就不告而別 你要去哪裡都沒提起 想不定已經不知道 這回合聚會了 聚會 那是怎麼一回事 風大姐 想必已不知道 不久前 有謠言在中原盛宵城上 不久後 有暗星降雨西域 青年前幽皇吞木的古老羅蘭城 將重現於世 中土各派之間 轟傳此事 在寂靜商業之後 神武光通紅派 紫雲派 松陽門與天賢門 各前人馬主盟 並有神武光主慕容貞出任盟主 祈福西域調查此事 這個 我的確沒聽過 不過你們神缺功來 不管這種事情 這邊人也有周崇和珠浩這場浪坯 小公主為何想躺這場洪水 公主說 這搖眼睛小聲的荒謬 但其中矩陣立立 並非門外汗隨便捏燒的虛眼 公主為此特別登壇做法 以天野臨沾天地人間的金玉來試 我們雖不知結果如何 跟公主下堂後臉色臨重 並讓我們召集使女 準備前往西月一趟 咦 有那小公主如此称重 想被掛像大大事不妙 是啊 不只如此 公主大人還派來送信到光之鋒 希望秦師兄他們能看在世代交情上 前來助拳 鳳師姐 你知道神雀功 鮮少插手這種事 更別說會需要找你們天窑派出馬 雖然公主大人沒有多說 但誰都看得出來 只是非同小可 事情有這麼嚴重 那麼我師兄可答應了 秦師兄一口就答應了 他還說本來要師兄三妹 師兄妹三人一起來的 但是以不知去向 因此他與長師兄先行行動 雖然此刻還沒和我們會合 但我想應該也快到了 嗯 中元素見五派旗幟 但是外加神雀功的天窑派 幾十年來未曾有過這種白場 這下子西域一滴熱鬧可奇 其他門派都已經到了嗎 我們神雀功全是女子 為了諸多理由 沒和中元五派同行 但為了互相照應起見 還是約了在梁州碰面 此刻他們已經到了梁州 不過為了不經到此地居民起見 大多紮營城外 只有領頭的集會掌門和門下高徒 進城採買 風大姐 說不定待會你就會在城裡見到他們 原來如此 那麼在城門口看到的 的確是他沒錯 唉 這事情怎麼這麼巧 以下的拳擊到這裡來了 我不想遇見他們 更不想遇見我大師兄和二師兄 要是給他們知道我一個人跑來西域 定會給他們唸到耳朵掌檢 不好意思 我待會要先走一步 等等風大姐 我們會有一件事情不知如何是好 真高興有一點來幫我們出主意 現在說什麼也不能讓你走 是啊是啊 風大姐 你一定要幫我們這個忙 不然我們可就慘了 到底是怎麼了 這事實在有什麼事 讓我們神絕工 珠子白金絲必胖成這樣 風大姐 其實公主當然他現在不在梁州城裡 小公主沒他們在一起 這個起的 他一個人會上哪去 公主他呢 他在梁州之前的翼山就失蹤了 什麼 在裡他不見了 話說我們在翼山歇息 並在馬河喝水 公主當然在馬車裡坐著悶 就下來四處走走 哪知 稍後我們要上路之時 卻找不到公主的人影 這才知道不對 我們向翼山主人問起 他說之前有個人 積極撤馬離開 他看見那人被伤 好像背著什麼東西 顯然公主大人不肯走私 並是被人瑕疵而去 於是我們遣得四處尋找 然後畢竟扯了一步 只看到一條馬跡 一路向西北而去 我們和各位還約好這梁州碰面 怕網道會讓他們起 只要留下一些人在那裡繼續找 我們自己先趕來梁州復約 這已經是兩天之前的事了 這兩天來 我們找遍你梁州附近 但卻一無所獲 我們怕周崇祝號稱公主大人 不再動歪腦筋 不敢向我們伸張此事 可是我們世人 又想不到什麼好主意 不想等到秦師兄到了 再早上幫忙 沒想到會先到這裡遇到你 風大姐 你從小都自己擺出 什麼事都難不倒你 我們借你無見救星 眼鏡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你非得幫我出出主意不可 是啊是啊 風大姐 如果是你的話 就一定有辦法 唉 我知道了 張琳被萊霧入影的對頭劫走 這邊本非等閒之士 就算你不求我 我也會盡力幫忙 只是你們烏山神雀宮 在中原寫少人知 個別提到這千頂之咬的西域 這些人是何來頭 有何目的 我心想半點頭緒都沒 個別提去哪裏救人 那該如何是好 現在其實也沒有用 對方挑釁在異戰時下手綁人 顯然沿途跟蹤已久 絕非臨時起義 然而凡事臭壞越周詳 有限的就是馬跡就越多 這麼提高警覺 多注意一下良招做到一切 總會找到一些線索才是 風大姐說的沒錯 現在也只能這樣了 這陣子咱們就分頭探查 若有消息便回來此地碰面 唉 除了此事 也不得 顧不得會在此遇到其他五派中人 或者我師兄他們 風大姐 插房此事 怎麽要凶險人測 要不要我們派些人手給你 我想不用了 我有這位夏侯兄 和冰臨姑娘相助 一般的陣仗應該還沒問題 若真有大麻煩 我這位再向你們求援 即使如此 那邊有了養位了 若找到公主大人 神雀公必定重重仇仇謝 呃 四位姐姐 不用客氣 我只是幫風姐姐忙而已 你們不用坑道啦 我這就動身去查 你們忙 你們 你們忙你們去的吧 哈哈 風大姐 夏侯公子編儀姑娘 那邊已經拜託了 勢必 勢必 先行告退 還真是多事之窮呢 一地 這屋上神雀公和我關係頗深 他們的公主詹女 便是至關重要之人 若是他落落妖人之仇 只怕會有莫大凶師發聲 神雀公的女婢 們設事極淺 遇到這種事 就不知所措 看來這個忙非幫不可 只好後來臉皮再請你幫我走這一趟好嗎 風姐姐不用客氣 反正我心想不能回家 賢者也是賢者 若是能幫上忙 這是最好不過 不過 冰淇姑娘那邊 我真的會同你 跟你同去 啊 那真是太好了 若有你同行 我便覺得膽氣大增 如同得到百人之助 嗯 看來就是公主之事 絕無問題 我也希望如此 事不宜遲 咱們之后動身吧 先在梁州城裡 到處查訪 流星室都有蛛絲馬跡 我想這件事並非表面上看得那麼單純 OK 這邊會有紙巾網頂 好 二樓轉角是不是 嗯 嗯 欸 這一件是不是 對了一地 進了咱們之後 快去結伴同行 有些好事可不能瞞著你不說 好 當初師傅在眾多法寶分 交中毒包裹的時候 我獲存的是這個紙巾網頂 別看這個神頂小小螢龍 讓你的電話聽下珠物 何二為一 聚隨畫像 幾隻神意 今後若我們得到什麼奇無異時 不妨用這個神頂電話看看 或許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一地 這神頂就先交給你帶著了 啊 謝謝風姐姐 不用客氣 待會我會交你電話的房門 咱們先進房裡吧 你沒有交喔 我直接用按了就可以了 OK好 珠台 我們先存檔 咦 這位不是孫武光的慕容關主嗎 啊 是風鈴聲風鈴俠 原來如此 神雀公當著好大的面子 月明天要派也請來了 看來佔領隊與樓蘭城之密 可是勢在必等呢 對了 貴派的秦師兄和常師兄呢 小女子可去拜見拜見才行 慕容關主客氣了 關主貴為這次的五派盟主 帶我兩位師兄一到 應該是我們前去拜見才是 盟主罷了 風鈴俠 我此刻沒心血和你鬥嘴 雖然我慕容真怕你便是 慕容關主 小女子只是打招呼 結果我惡意 說到這個 慕容關主何以面帶優色 風鈴俠 你可以看到我那個小女兒 小女兒玄機 玄機小妹子 沒有耶 我為她好幾年沒見面了 只要看到她也被 未被認可出來 她怎麼了 為了這回的事情 本光能馬請派而出 我不放心留她一個人在本門 就帶著她一起過來 昨天我看到在房裡悶得可憐 就讓她 就讓她到城裡走走 哪知 就是沒了蹤影 怎麼會這樣 這梁柱雖然不小 但左側已經是荒原 並要走勢也不容易 該不會被奸人所動 所劫 我也是擔心這樣 昨晚見玄機遲遲不歸 我便請門下地址試圖尋找 可是找遍全梁柱上下 就是半點終極也無 她一個小小女孩和家 在這大漠人走到那裡去 生活觀世紀的年來 樹裡不少 想必是仇家趁其暴富 讓她玄機來邀寫於我 我於此遭有覺悟 可是櫃頭到現在還沒有送來一封 送來一言半信 只留在這裏六層無阻 剛操心 慕容關主莫樣掀起 玄機小妹子從小靈機好奇 說不定是見了什麼怪事 做製作主張的最愛上去 咱們拜託此 出入此地的行商們 多注意一下 說不定過幾天就會有消息 你說的是 咱們現在也只能這樣了 封一下 我剛才說的話 對你很不客氣 但好瞭你這樣幫我出主意 真是故意不去 我想 五派向來和我們天王派有些嫌隙 我想你自己也很明白 但今天蒙靈之情 我夢想真不會忘記 只希望今後 咱們兩派誤起爭端 嘗試以往 或可 逐漸化解過去的嫌隙 那真是再好不過了 夢想關主 咱們同為中原鼠派 本來就該恐縮共激 群青面子的事 我要幫你多注意 光主 你且耐心等候 我想一定會有好消息的 但因為如此 那就有了機會幫我留心一下了 那我們先告辭了 我先告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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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點都想把真相說出來 只是風姐姐必有深意 所以她忍住沒說 疑地 與於此有所不知 深五官是中原樹 樹建五派中最大的一派 這位官主慕容貞 是前官主慕容秀的獨生千金 澄清王夫的官主智慧 武功和本性倒是不壞 顯示也果斷豪爽 只是從小給父親灌壞了 養成了一副急躁鲁蠻的性子 顯示說話有些失慮 總是過前不過後 是五大派中出名的盲蕩娘 原來如此 她的獨生女名叫玄姬 今年應該有16歲了吧 這位玄姬姑娘和乃姆完全不同 從小行事就出門充會機領 不論周圍發生什麼大小事 都很難逃過過她的眼睛 走後見到她的模樣 看來就是發現了什麼可疑之事 正在一個人偷偷調查 準備事後向母親邀功撒嬌 這位玄姬姑娘的性子 倒是有趣的 等等鳳姐姐 莫非以為玄姬姑娘 出現之事和詹女被解有關 確實如此 把兩件事錯起來想 或許覺得詹女一夥還在城裡 玄姬正好發現他們的行蹤 但一時不急去找幫手 正好先跟他們出城去了 除此之外 玄姬確實無突然失蹤之力 若是真如此 咱們不妨也跟著私下的場法 不論她能到哪裡 城內必然有人看到他們的去向 將來找到玄姬 說不定便能找到宅女 原來如此 鳳姐姐是怕那位慕容官主得知此事後 一擊之下立刻遜 疾風經典的大搜全程 把路人全空一個個抓來問 所以場盤子她沒說沒看到對吧 是啊 要是給她這麼一搞 不但驚動的對頭 城裡的居民怕惹麻煩 就算知道內情的 有眾多不知 那彼此 豈不是犬亡亡的 維京之際 詹姬還是得靠自己 從梁州城內查起 一定 詹姬之後試出她 查訪吧 嗯 好 我不做了 福實 我不做了 好 口